不,你再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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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玩家這麼容易被這些女人騙錢的,你有沒有看可白?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雖然可白被人騙,但其實他只是喜歡一個人 臨終不想一個人過,開始碰到你開檔,或者用湯,回時緣分碰撞 世間諷刺儘管才笑我,此類奉勸也不錯到我 I just want you, I give you all my money 豆豆轉轉,你終於轉到我新年 今年收績已不緊要,一生一世我只需要 好,來到我們這一節,身邊有卓豐 記住留言,詩問他一點,下次吧 剛才那首歌叫可白,你寫的 我跟一位朋友想到一些搞笑的事,我們就即興做了一些歌 他的聲音也很好聽 他的聲音,絕對 他是這個ZJ,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人知道 之前唱張君,很紅的,是一個歌手 是,那你自己也是,你會怎樣叫自己DJ,音樂人 還是怎樣? 我會說自己制作人 制作人 因為始終音樂上所有事情,我都會攝錄一下 我是屬於幕後少少的,我就制作人 平時你是這樣說一下,你可不可以做什麼多 其實在香港做音樂,真的什麼都要懂,什麼都要做 那麼,多人知道我是 DJ 那麼,有時候就拍片,遇上大家 那麼,宣傳一下自己的音樂 那麼,可以說,大多數時間就會在 Studio 上編曲 嗯,我記得很久之前,我有一本書訪問了很多獨立的音樂人 那麼,他的樂隊那本書,最後寫完之後幾不好 這些獨立的獨立的獨立 那麼,早就不會叫他寫 那麼,其實,在香港對於獨立音樂人 現在就有看下去媒介 是不是那個宣傳是可以他易載對比以前 絕對沒錯 因為,始終有網絡 那麼,藝人就可以自己控制說 幾多的宣傳 但是,以前的公司呢 那麼,他要說藏你,真的沒辦法 嗯 或者,他狂人推你,當然就是最好的 嗯 譬如,我放 IG 也可以,我放 YouTube 甚至放很多的 他,他的途徑,甚至你,你街頭上也自己走去表演 嗯,街頭上,我少了 因為我屬於 DJ 我也要,個盤 嗯 都要在場內,有電的地方 但是,你要,除了說在網絡可以宣傳自己 你,是否容易,別人會給你一些機會 嗯,工作 嗯,始終是的 這個時代,就真的看你幾努力 有一個平台在 那麼,你曝光多一點的 嗯,自然會多一點機會去找你 嗯,有更多的工作機會 嗯,對 譬如,你說你做 DJ 啦 可不可以也說一下你做了幾類 還有,為什麼會對這件事有興趣 哦,我做 DJ 有三年 其實都不是算很久 嗯 一開始,我其中一個搞 show 的朋友 需要一個 DJ 那麼,我說,交給我吧 我一個月學到的了 那麼,我就一個月學完 就立刻上場 真的學到? 學到的 你怎麼學?自學還是怎樣? 我自學,我想學學 OK 我是不喜歡找老師的 是,因為 上網可以怎樣? 就是看著,然後就自己做一下做一下 是,就是 YouTube 是,就是 YouTube OK 那麼,因為上課 我之前上過一些 就是可能編曲的課 嗯 那麼,他通常呢 都是在拖你時間 嗯 他就,付錢又付那麼多 但是他教的那些東西 哇,真的 我上 YouTube 可能十分鐘就學完了 嗯 是 對,就是現在方便很多 是 那麼,你說你有朋友就找你 是 那麼,他需要一個 因為他需要一個 現在很多rap的活動 他有些活動就叫做 3-style 就是,可能播一隻 beat 那麼,兩個rapper 就對嘴 嗯 一分鐘就要想一些壓運 啊,怎樣還擊啊 嗯 那麼,他就需要一個這樣的 DJ 那麼,我就衝了過去 那麼,就開始了我 這條路了 那麼,就越玩越喜歡了 當然 嗯 那麼,就是有了那些事 有沒有其他人就開始都找你 嗯 嗯 始終都是那個fan 那個fan 因為信我 那麼,一直找,一直找 一直找,一直找 開始到年多兩年 嗯 那麼,我開始成熟一點 有了自己風格 那麼,我就 啊,開始有了 那麼,我不說DJ那些事 就是,我再問你 就是,讓你出去拍片 我,我看你的片 什麼都會 就是,你是想你自己 走些什麼路線 就是,見到這些片 都,不要說幾點 就是,都幾放 是,沒錯 那麼,我小時候 都是喜歡看一些 就是,幽默一些 啊,周星馳啊,或者 啊,呃,鄭忠基 他們小時候的那些片 就是那些電影啊 嗯 或者甚至去到Youtube年代 那麼,我會喜歡看 可能 Emma Neo 或者一些惡搞裡面的 嗯 影片 那麼,我 始終在做片上面 我都是參考他們 嗯 想帶多一些 突破性的畫面給大家 那就是,都是你喜歡 但是,你覺得 多不多人 就是,接受啊 或者一些評語是怎麼樣 哦,沒錯 那麼,一定是多是非的 就是多那些,關注也好 好的關注也好 好的關注也好 怪的關注也好 但是,沒有問題的 嗯 我相信,有 noise 就是好的 noise 就是,好過完全 比拍完沒有人知道 嗯,沒錯 還有,平原一定是 就是,有人拜也不拜 沒錯 就是,你跳舞很多 有些人喜歡和不喜歡 不少或者不少 那麼,說一下他DJ 其實有些人說,DJ是一個很神秘的行業 有一個幫我們 有時候搞我們的音響 他說他以前都做DJ做很多年 他說,DJ其中一樣最好 經常都有不同的女生 對面語 究竟,DJ是一個什麼的角色來的? 好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 一個派對的控制者 那麼,派對的氣氛就是DJ控制的 嗯 那麼,你想那個氣氛是怎麼樣的 那麼,你是完全看DJ頭的 通常,那麼,他會派幾個DJ去打同一晚 那麼,可能放一些靜一點的DJ頭 嗯 然後,中間那些就出名一點 還有,打得癢一點的 所謂的 然後,尾段那些就可能是會 打一些比較大家熟悉的歌 那麼,可能大家都差不多喝到醉了 那麼,就唱一下歌 嗯 那麼,還有,男男女女就開始入了這個狀態 那麼,有些熟悉的歌,有情調一點點 嗯 那麼,你覺得你最喜歡做哪一部分呢? 哦,那一定是中間那一部分 那麼,始終真的是音樂嘛 那一部分就沒有說什麼氣氛啊什麼 那麼,你就是喜歡打什麼又打什麼 你是大哥 嗯 嗯,好,那麼,再去,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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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 對 就是,就是,以前我們那個年度下disco 那些,什麼牛肉 那些,就是,就是,是一般的,或者,就是,不懂,就是,就是,怎樣接駁的,是不是 就是,都會是,差很遠 還有講一下是不是特別多 就是他厭遇的呢? 厭遇呢? 其實呢 很看你英俊不英俊的 首先我不是英俊 所以我厭遇不多 那麼 還有就是 你在難以方的名氣 或者一些遺志 那麼 當我有了一些遺志 當然是會多了女生接近的 嗯 那麼 主要呢 厭遇就 其實 英俊那些先講一下 英俊那些呢 其實呢 我見到我的朋友 基本上每次 他沒有人認識也好 下去就這樣跟那個女生聊天 就是見到適合 他就基本上有著落的了 是 那麼我這些呢 首先要看他認不認識我 那麼這個關不關他是不是做DG 因為他英俊已經學會了 都可以 沒有關係 是不是 就是本身是他英俊的 是的 在酒吧那裡做的 或者什麼 當然可能會說話 我不知道 嗯 會說話都要英俊 不會說話都要英俊 那麼之後 到我這一種呢 就是可能 要 一些 其他助力 就是可能有那些位置 有些名稱 在南外坊 那麼就 可能 他看過我的影片 或者什麼 之後 可能他真的很喜歡我 但是大家又喝醉了 嗯 這樣就 都 請到農事 就是 就是 自然樂 那是不是英俊 我記得以前 就是 我做 酒吧那個拳人台 有個朋友 很多女人 可能第一句告 英俊 他是普通的 OK 英俊不要緊 最重要是拳人仔 就是國富城 那些人才是英俊 我不覺得我英俊 不過我覺得 我也算拳人仔 深吻國富城 都不叫 你都不叫英俊 不是嘛 鎮志偉 他不是混蛋 是嗎 嗯 嗯 其實都很講你那個人 還有 會不會都是特別是 就是 DJ DJ 你經常會很風趣幽默 其實不是 因為我經常 他音樂 都未必那麼會去 溝通 去撩女生 我發覺 如果我 打回一些 貼地一點的 是 那晚 是多一點女生 是 捱身 嗯 但是如果我打得很偏 打得我很喜歡 很high 音樂反而沒什麼 嗯 而且現在 比如你說在南桂坊 通常有些客人 跟以前有沒有分別 轉了 以前多了外國 以前多了外國 或者外國有錢人 現在 通常都是一些 本土做生意的 或者 大陸做生意的 是的 沒有了鬼佬 這個 人數那方面 人數那方面 近年幾年 在南桂坊 可能那些 去幫襯也少 或者在旁邊 走得多 但是進去幫襯 跳舞 喝酒也少 你 你 比這三年 你看 怎樣 以前呢 反而疫情那時候 嗯 我三年前都是疫情的 那時候呢 比較多自己人 比較多香港人 嗯 現在呢 就多了不同的地方 但是呢 因為自己人呢 會走了 分散了 嗯 出去玩 可能去東南亞 可能上個大陸 就已經夠了 嗯 我們現在就是靠遊客 其實就會 輸蝕了 還有沒有那麼多本土的感覺 嗯 有很多活動 或者有很多事情 都很難走 應該會不會 就是選音樂那時候 都有點難 譬如你去 有些去 就是 專播一些外國歌 那些我就沒有什麼 興趣 但是日本地那些 就特別興奮一點 但是如果你裡面 夾雜了這樣遊客 喂 那你選歌啊 那時候怎樣取捨 沒錯 就是 我看膚色 那個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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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沒錯 白人幾首 黑人幾首 黃總的人幾首 真的 但是其實現在做DJ 你們的競爭多不多 或者是投入的這項 多不多 哦 超多 非常多DJ 尤其是 就是 因為很多人都會 因為DJ的Gimmel去做 嗯 譬如有很多 女DJ 嗯 他們 通常呢 他們的表演性質呢 就是給眼睛的 是 就是性感一點 是眼睛的 吸睛 就是身材的那些 嗯 就是你飛機場都做的那些 對 沒錯 有沒有見過身材比較差 嗯 身材比較差 很少 很少 很差 真的 對 好像身材好 才做到女DJ 那 那 會不會覺得 他們 和你們是 兩種不同類型的 會不會當中的競爭是怎樣 哦 當中的競爭 其實 我反而覺得 是 少競爭的 是 只不過呢 是多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時候呢 嗯 選擇 可能是長選擇的時候呢 嗯 就 會比較 就是可能 比例呢 會偏了少少 譬如 女DJ 可能佔 就是 三成這樣 嗯 之後 嗯 之後 其他那些 實力一點的DJ 可能佔 兩成 就是 三比二 嗯 對不起 那 再問一下 你想做 譬如拍片 音樂 那些時候 哎 那家人會不會 不喜歡 那 那 這一點呢 在我四年前 開始選擇音樂 這條路 的確是鬧死的 嗯 那我就自己搬出來住 嗯 那開始 交到家用了 那開始 sustain了 整件事 那 就沒有吵了 會不會你 你都算快 三四年 我絕對是 不知 上世做了些什麼 線線 今世真的很幸運 就是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你都算快 那麼 哎 當時就疫情 那麼 那時候呢 就沒有什麼 啊 一個 地下的製作人 會拍片 或者 介紹自己的一些 影片 啊 的姿態 那麼 我就放了那個位 我就知道 哦 不需要一個這樣的人 因為外國其實很多 就是製作人 他們自己 都會拍片 介紹自己 或者share自己的音樂 嗯 但是沒有什麼製作人 就是沒有什麼 一個編曲的 自己的身份 去share一些東西 嗯 那我就放了這個位 那 就當然 就 不小心 就很幸運 市場 就要了我了 當然也要靠自己的實力 嗯 好 我先跟董卓峰談到這裡 下一節也會多一位朋友 他在一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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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